因为我觉得中生学习 对所有新加坡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年轻人来说 在学校里接受良好的教育 出来工作之后 其实学习不能够停止 因为社会一直在改变 科技一直在改变 所以如果你没有跟着时代科技的进展 与时并进的话 可能会被淘汰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趋势 所以政府跟我们其他劳资政 这三方面的合作伙伴 我们已经下定决心 就是一定要把技能创前程 当成是我们将来发展经济 提升技能的重要部分 所以这个也会给我们的员工 多一点保障 给他们更有信心 就是他们在出来工作之后 也能够继续地接受培训 雇主也是很重要 雇主要继续地支持员工的培训 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 亲企业亲员工的一个大环境 我觉得这个担忧我可以了解 因为在某方面 是真的科技会取代员工 但是其实在很多其他方面 其实科技会带来新的商机 新的工作机会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趋势 因为会给经济体更有活力 更有竞争力 但是在科技到来的时候 员工就必须在技能提升方面 在学习方面一起来进行 这样他们才能够跟科技的发展 一起向前走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因为我们技能创前程 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 用科技来补助员工 让员工有更多的精力跟时间 做一些科技做不到的 这个到头来 我觉得对公司对员工都是 比较好的一个安排 这个是一个我可以理解的担忧 因为很多中小型企业本身的资源不大足够 所以我们在设计我们的各个措施的时候 往往就会把我们的津贴跟帮助给中小型企业多一些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也能够帮忙他们的除了津贴之外 也是怎么样制造一些合作平台 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会 通过我们的大人学府 在学府里跟企业来合作 让我们的中小型企业能够参与 他们能够派他们的员工去那边培训 他们能够更好地跟我们的理工学院 跟大学跟IT一起来合作 做一些科研工作 借他人的力量来取得更好的效果 这个QueenB或者我们叫行业领头羊 这个模式其实是我们帮助中小型企业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明白中小型企业本身可能资源不够 所以他不能够做他自己本身的培训 这些大型企业因为他规模够大 所以他在做培训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配合 给他一些支持 鼓励他们不只是培训他们本身的员工 也培训其他在同样行业里 其他企业的员工 他们在培训这些员工的时候 他们其实可以吸引更多的新加坡人 来加入这个行业 提升这个行业里的员工的技能 第二就是很多这些其他企业 在同样一个行业里的其他企业 都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他们的供应商 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帮他们的合作伙伴 供应商提升他们员工的技能的时候 其实这个领头羊公司也能受备 因为领头羊能够有更多人才 领头羊能够有更好的合作伙伴 跟供应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